弟兄姊妹们平安 你们正在收听的是 武汉下上堂基督教会 献上主日崇拜 今天是2020年 6月7号 我是会议主持人麦克 下面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 首先 让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主日崇拜 献上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要我们感谢你再一次 招聚你的众儿女 能够通过这样一种 特别的方式来相聚 主要我们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放下 我们手中的工作 放下我们心里的重担 让我们真的是 单单的来到主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主要我们也求你来祝福 接下来的时间 求你赐下你的圣灵 与我们每一位 用心灵诚实来寻求 来敬拜你的人同在 祝福接下来的时间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接下来是诗歌敬拜的环节 请黄冲弟兄和李敬姊妹 带领我们敬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山不能 海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风不能 雨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都不能 困难不能 疾病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危险不能 逼迫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都不能 山不能 海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风不能 雨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都不能 困难不能 疾病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危险不能 疾病不能 不能隔绝上的爱 都不能 都不能隔绝 都不能隔绝 都不能隔绝上的爱 都能 疾病不隔绝上的爱 都不能 疾病不隔绝上的爱 都能 疾病不隔绝上的爱 都不能隔绝上的爱 生不能 海不能 不能隔绝生理爱 放不能 予不能 不能隔绝生理爱 脑不能 困难不能 疾病不能 不能隔绝生理爱 为生不能 逼迫不能 不能隔绝生理爱 都不能 都不能隔绝 都不能隔绝 都不能隔绝生理爱 都不能 能不能 隔绝生理爱 都不能 隔绝 都不能隔绝 神的爱 都不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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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爱 都不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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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爱 都不能感觉 都不能感觉 圣灵海 都不能感觉 圣灵爱 都不能感觉 圣灵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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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不能不能隔绝圣灵 都不能 好 弟兄姊妹 上午平安 要到我们一起来 静脉赞美我们神的时间 在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之前 我们邀请大家 我们一起来读一个诗篇的91篇 谢谢 好 我们一起来 看着屏幕上的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来诵图 诗篇的91篇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翅膀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鼠 我的山寨 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不了人的网络 和毒害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暗的金骸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 虽有千人扑打在你的旁边 万人扑打的你右边 这灾却不临近你 你为亲眼观看 借恶人招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将至高者破坏 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都会挨进你 因为你已吩咐他的使者 带你行的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脸的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你要踹在狮子和骨蛇的身上 见他和大蛇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用他的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在至高处 他若求告我 我就应许他 他在今儿就是要与我争赞 我要搭救他 使他尊贵 我要使他足享长寿 将我的救恩显赢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我们的神 在诗篇上面 对我们有美好的应许 因为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就是我们的山寨 就是我们的高台 我们如果在他的翅膀音下 我们必能够享受 那天上来的平安 在我们的心里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每时每刻 我们都会有这种平安 哈利路亚 我们亲层能够在这里来 敬拜赞美你 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感谢他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 所以我们要开口 大声地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的神是我们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哈利路亚 我们来赞美他 我们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患难中随时帮助 地水改变 山水动摇 我们也不害怕 山是我们的避难所 患难中随时帮助 地水改变 山水动摇 我们也不害怕 山是至高者 记住地人说 山在其中 山在其中 这城壁不动摇 我们要休息 我们要休息 要知道祂是神 万群之夜和花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欢喜 我们要休息 要求我们的成就 大声 山是我们的避难所 患难中随时帮助 地水改变 山水动摇 我们也不害怕 山是 山是我们的避难所 患难中随时帮助 地水改变 山水动摇 我们也不害怕 这城市至高者 记住地声说 山在其中 山在其中 这城壁不动摇 我们要休息 我们要休息 要知道祂是神 万群之夜和花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欢喜 我们要祈福 要知道祂是神 万群之夜和花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欢喜 我们要祈福 大笔成就那是 万群之夜和花 万群之夜和花 与我们同在 我们要欢喜 我们要祈福 大笔成就那是 大笔成就那是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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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世的神 很多《徽宫》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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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拜赞美耶和华 太有情绪都要赞美他 请拜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都能活着实 会要请拜赞美他 你们活着实 会要请拜赞美他 请拜赞美耶和华 请拜赞美耶和华 万有情绪都要赞美他 请拜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我们活着实 会要请拜赞美他 我们活着实 会要请拜赞美他 我们活着实 会要请拜赞美他 我们活着实 我们活着实 会要请拜赞美他 我们活着实 会要请拜赞美他 万活都要赞美主 万民都要来赞美主 请拜耶和华 尝试来向祂欢呼 赞美耶和华 万民都快乐欢呼 万国都要来赞美我们的主 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都要来赞美主 赞美主 尝试来向祂欢呼 赞美耶和华 万民都快乐欢呼 时空万国都要来赞美我们的主 万民国都要来赞美主 赞美主 万民都要来赞美主 千万耶和华 尝试来向祂欢呼 哈利路亚 万民都快乐欢呼 都快乐欢呼 其实都要赞美祂 千万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我们活着时会要 千万赞美祂 我们活着时会要 千万赞美祂 万我都会来赞美我们的神 万我都要来赞美祂 千万万他 образом 赞美祂 万我都要来赞美祂 千万耶和华 goruk 千万岁和华 千万耶和华 千万万万牧 千万万奎 为了几世的草莓塔 一百花 三杯耶和华 我们或者是 为了几百草莓塔 我们或者是 为了几百草莓塔 用我们的全人献起 几百耶和华 几百草莓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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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有取緒 都要赞美的 几百耶和华 几百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几百耶和华 我或者是 为了几百ole 几百草莓塔 我们或者是 为要 请拜茶美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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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汤 作曲 李汤 曲 李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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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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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宝血为何流出 却让祂当我的药花 并以背负我的痛苦 因祢手变上我的意志 因祢手心发我的平安 主啊我会站到祢面前 我要请祢一直和平安 你一直和平安 于这是家 佳麥 中醉的神 你這是 佳麥 你這是 佳麥 你這是 佳麥 總醉的神 你這是 佳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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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的 佳麥 你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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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麥 赢着识 加爱 紧握我的结局 赢着识 加爱 紧握我的结局 赢着识 加爱 紧握我的结局 赢着识 加爱 赢着识 加爱 紧握我的结局 赢着识 加爱 紧握我的结局 我们感谢祢我们的耶稣 感谢祢识 加爱 感谢祢圣洁的宝血 使尽了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义 感谢耶稣 感谢祢耶稣 阿里路亚 感谢祢耶稣 感谢祢在我们生命中一直带领着我们 愿圣灵 说不出来的叹息 不断地为我们每个人带导带求 激励我们 安慰我们 鼓励我们 全面我们 使我们能够看见神 在我们生命中 说要去行的 说要去看的意向和使命 哈利路亚 求我心 求我 成为我 一乡 我别 无爱 慕 为主我 敬仰 我 充满我思想 我心 向往 谁 找我 谁 心 只 拥有 是我 成为我解惠 成为我睁眼 我演唱跟随你在我身边 充满我身份 我是你子 你强举我心 我与你合意 我不求许你 也不求独有 你是我 今夜从今到永久 我为你最多 心永远居首 天上大阵王 你是我挽柔 天上大阵王 光年的太阳 我为你最多 心永远居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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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位神 是充满恩典 怜悯慈爱的神 祂必定会带领祂的百姓 走出迦南美丽 走出那捆绑我们的地方 让我们能够进入那美丽 奇妙恩典之福的地方 谢谢你 我们的神 愿你祝福我们 也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 我们靠着不是自己的势力和才能 我们靠着是我们的神 对我们的带领 对我们的帮助 谢谢你 愿我们的经脉赞美 能够蒙你的悦难 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过一个 讨你悦难的生活 谢谢你 我们如此的经脉赞美 祷告祈求 只奉了我主耶稣基督 宝贵和神的名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低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下面是十一奉献的时间 请范辉姊妹分享 各位弟兄姊妹 平安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拿起我们手中的圣经 来做一个宣告 这是我的圣经 是神的话语 是神赐给我生命的粮 给我信心 给我盼望 改变我生命 我相信他 我依靠他 我相信他怎样说 事情就怎样成就 阿们 大家可能都知道目前美国的情形 由于警方的一次不当行为 导致了一名非裔的死亡 因此 美国目前有十个城市 处于宵禁的状态 街道上大量的人们 在游行抗议和种族歧视 一些暴乱在频频的发生 再加上新冠带来了美国近十万人的死亡 这都是百年难遇的情景 疫情已经持续快五个月了 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 面对这重大的创伤事件 我们都在经历着四个阶段 震荡期 煎熬期 调整期 和重建期 我们会有很多的情绪 忧虑 恐惧 灰心失望 无奈 疑惑不解 甚至是无缘无故的愤怒 还有的人 或者是在一种 我不听 不想 不看 就可以无视自己 现在所处的环境的状态 按下暂停思考键 或许 让打游戏 娱乐 忙碌 来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情绪吗 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些答案 我们还是要在圣经里面去找 还是要去寻求神 请看今天的经文 天下奥里加前书二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 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 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 是的 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是永生 是灵性不至于第二次的死亡 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喜乐 是即使在大患难中仍然有的平安 这可能大家都知道 也可能是一个标准答案 但我们的内心真的相信吗 或者完全的相信吗 正因为基督徒 对永生 对神为将来所预备的 新天新地的盼望 才会对这个属世的 现实世界的失望 才会沮丧 这些情绪 都是我们作为人对患难 灾难面前的一种正常反应 所以如果我们有 或者曾经有这样的情绪和反应 我们不要自责 面对疫情 面对灾难 我们总会提一个问题 这是神所默许的吗 因为没有神的允许 事情不会发生 神是超过万有之上的神 感恩神赐给补弟兄智慧 再一次 我们因着忧虑的交谈中 补弟兄说 神凡事都有他的美意 正因疫情 不是人手所能控制的 甚至他蔓延到了全球 从大来看 是否让骄傲的国 停下来思考一下呢 人类世界和神掌权的关系呢 让我们原本以为 最强大最安全的美国 纯正的基督教信仰 被一个又一个民主制度 挤到了边缘化 如堕胎同性恋的合法化 神是否借着疫情 让以基督教立国的美国 重新回到神的心意中呢 从小了看 疫情把我们从金钱中拉了出来 只想着拼命赚钱 工作的人返回到了家中 整整三个月和家人 妻子儿女在一起 那些父女母子关系紧张的 可以在这时间里来恢复关系 那些与年老的父母关系紧张的 可以来重建关系 丈夫再也不会因任何理由 不在家吃饭 加班或应酬 而是整整三个月陪伴妻子 神有他的宏伟计划 而我们都是这计划的一部分 恐惧忧虑 都是为着明天担忧 就是内心对未来的不确定 没有安全感 相反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把信仰拆开来解释 就是信心和仰望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相信心 同样也是还没有发生 但与恐惧忧虑完全相反 因着神所盼望的是 心里已经有了实底 就像合同还没有签 就好像已经握在手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说到十一奉献 我们都知道 这是神所命的 我们向神奉献我们的十分之一 这其实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信心 是以信心仰望神 我们从来不会 因为奉献了十分之一而短少 反而因着奉献 而蒙神的祝福 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要宣告 我们认识你 看到瘟疫、刀剑、饥荒来临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不远了 天国尽了 我们都要悔改 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 世界在你的手中 你的应许 你的慈爱 你的公义怜悯都不曾改变 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因你的慈爱 保守我们喜乐和平安 你的手中有公义和怜悯 你将恩高和恩典 赐给爱慕你 可慕你的人 求主 愿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这奉献就是我们生命 如同金子经过试炼 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奉献就是我们跨过了试炼 扩张我们的境界 求主保守我们 赐我们更多奉献的能力 提升我们的信心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下面是主日讲道的时间 今天主日讲道是由肖牧师来分享 主题是在诗诗篇23篇 请弟兄姊妹们稍微等候一下 肖牧师的设备现在出了一点状况 可能需要稍微调试一下 文字幕组 我们分享的地方也有点改变 改到办公室 办公室的信号比较好一点 不记得弟兄姐妹听不听到我说话 听到吗 可以听到 好的 要是听到了我就开始 我今天的分享 过去两次我们讲到西边23天 今天是第三次分享 也是最后一次 我想弟兄姐妹还记得 当我们前面两期分享的时候 我们不停地提到西边23篇第一节第一句话 就是整个西边23篇的一个核心的主题 整个西边23篇里面所说一切的祝福 就是因为23篇的第一节第一句话 带给我们的 我们能掌握到这句话 我们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牧者 把我们人生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他 我们可以得到西边23篇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的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记得 我们一定要在神的主权里面 在神的帮助里面 我们才可以享受一切从神来来的祝福 离开了神离开了我们的牧者 西边23篇讲的再好再美 跟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西边23篇的第五第六两节 第五节第六节说 在我的敌人面前 你为我百谢言习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被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也恩贵其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我们首先来看第五节的前面 这里说什么呢 在我的敌人面前 你为我百谢言习 这里说的 在我的敌人面前 弟兄姐妹 我首先想问一下 我们的人生有没有敌人 我想这句话的答案是肯定的 每一个人生命当中 一定会遇过敌人 甚至现在你在你的身边 还是有一些跟你过不去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敌人的 没有一个人 他是人见人爱 所有人都喜欢他 每一个人他总会有一些 不能介绍他 不喜欢他的人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记得 每一个人 我们都需要面对敌人 有时候 不是因为单单我们做得不好 我们得罪了人 所以我们有敌人 但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 肯定有人不喜欢我们 但有时候 哪怕我们做得好的时候 也不代表 我们就没有敌人 曾经有人这样说 两个好人一起生活 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 就是来形容那些夫妻关系的 就是两夫妻 两个都是好人 他们一起相爱 决定一起生活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很多的事情 引起他们的冲突 最后甚至有些夫妻 没办法继续走下去 要分手 所以弟兄姐妹 不管我们多努力 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身边当中 都有一些敌人 我记得 以前黄牧师 在西川扶贫的时候 就是那个08年地震 地震之后 他在那个地震的灾区 有好几年的时间 在里面服饰 他带着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那边有非常美好的服饰 但最后 他被他接受通知 他说 对他说不能在那个地方 继续做好事 帮助那些灾民 他们要离开了 给他们的其中一个原因 一个理由 就是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 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做错了 就是因为他们做得好 很多人 本来就是这些人服饰那些对象 他们的心里有了比较 他们觉得黄牧师 还有他的团队 做得太好了 就把他们比下去 显得他们 做得不够 做得不好 所以之后 黄牧师 还有他的事工 他的服饰 就被挺起下来 不能再服饰 弟兄姐妹 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遇过 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辜 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谁 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忠心 我们尽责 我们做得好 你知道我们身边有些人 看不顺眼 他们妒忌我们所做的 你知道他们 对我们产生了一些敌视 这个我想我们弟兄姐妹 在社会里面 是常常碰到的一些情况 要是你是一个基督徒 这个情况就更明显 为什么基督徒 是会更明显呢 在那个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圣经告诉我们 约翰福音的15章 15到18节 18章18节 这里说 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 以前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 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 因为请因你们 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事 人就不属世界 全部看不属世界 人便宜 自从小学生 人 不属世界 都不属世界 人 会 我们 看到 我 我们 我来替肖牧师读一下这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到十八节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八 听到没有啊 可以可以听到 现在我们要换一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教会信号最好的地方 今天真的是有一点考验 今天我们提到一些有关仇敌的事情 所以来说考验特别大 弟兄姐妹请继续的 在心里面为这个聚会 为这个分享来祷告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的 所以请弟兄姐妹 继续用一个导游的心 来拖住我们的聚会 刚才我们提到 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 主耶稣告诉我们 祂把那些跟随祂的人 从那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 所以这个世界 对跟随耶稣的人产生了敌视 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 所以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基督徒 要是你希望 我们尽量做好一点 你尽量可以收到更多人的接受 更多人喜欢我们 是很难很难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 他们不接受 主耶稣也不接受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还有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20到21节 也将说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咒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行真理的必来咒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 是靠神而行 这里说什么呢 他就说 那些作恶的人 那些不跟随神的人 抵挡神的人 他们并不来咒光 因为他们 在光底下 他们不好的行为 就被显明出来 他们不来咒光 但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行在真理里面 我们行在那个真光里面 那个真光 让我们的行为显明出来 是属于神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以想象 在这个情况上面 为什么很多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不明白不理解 为什么他们 好像就是不太喜欢基督徒 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不好 是因为我们属于神 所以他们就 恨慕那些跟随神的人 还有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但会有敌人 我们也要明白 谁是我们的敌人 在那个彼得前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 这里说 不要警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好教的事情 遍地游行 寻找 可吞去的人 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第八节 还有就是 约翰福音 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 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 握在 那恶者的手下 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 我们是有仇敌 还有那个仇敌 就是那个魔鬼 魔鬼现在 好像那个好教的事情 偏地游行 寻找那些可以吞去的人 还有这个约翰一书 第五章十九节 提到我们 不但有一个仇敌 魔鬼 还有就是 这个世界 这里指的 这个世界 世界躺握在 那个恶者的手上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世界 指的就是那些 不相信神的人 不跟随神的人 这些人传到 躺握在 那个恶者的手上 这两段经文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很清楚 告诉我们 原来这个世界 有两个阵营 一个是属神的 里面 有神在其中 有神的百姓 另外一个阵营是什么 就是那个 我们的仇敌 魔鬼 还有那些 躺握在 他的权势 躺握在 他的杀技上面的 世界上的那些人 所以这个世界 其实 就将分成 两个阵营 可以将说 所有 不跟随神的人 他们都属于 仇敌那个阵营的 他们都受到 仇敌的影响 受到仇敌的杀技 仇敌 仇敌也可以利用 他们 来攻击教会 来抵挡 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 所以从这个 早度我们的明白 为什么 其实我们认识了 有不同的 我们了解 有不同的宗教 但是为什么 那些人好像特别 抵挡 一个基督教的信仰 对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信仰 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 荷兰有一个地方 叫平顶山 在那个平顶山上面 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佛像 这个佛像是公开的 所有人都可以去 我们有时候很明白 为什么 可以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偶像 树立在一个山上 但是在同一个地方 在平顶山这个地方 有不少相信耶稣的人 有不少跟随神的人 他们甚至连在家里面 挂一队对联 挂一个实际架 都被禁止 不能挂 为什么 我们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对我们受到 那么大的差别的对待 但是当我们看到 刚才那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其实这个世界 只有两个阵营 那些不相信神的 那些躺在那个 躺卧在那个恶解手下的 那些世界上的人 其实他们都是互通的 他们的背后 受影响的 还是来自同一个灵 所以他们抵挡神的百姓 他们 遗失教会 是很正常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今天 我们要面对 不同的敌人 可能有些是因为 我们的远弱做到不好 但很多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不够好 是因为 我们的仇敌魔鬼 他要 他那些杀机的人 来攻击教会 来抵挡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要谨慎 但是 圣经刚说我们 虽然在我们面前有仇敌 但是 我们的牧者 在仇敌的面前 为我们百谢言语 过去的五月份 我们教会 举办了三长的 那个献上的婚礼 整个婚礼 都非常的顺利 但是婚宴 就是婚礼之后 那个婚宴 还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婚宴没办法正常的举行 我想当一个人要举办婚礼 举办那个婚宴的时候 我们是会选择一个交通很方便 食物也非常可口 还有很卫生很干净 那个装修也是很漂亮 服务的态度又好 可能很多这样的考虑 我们才会选择一个 百谢言语的地方 但那个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的牧者在什么地方 为我们百谢言语呢 在我们的敌人面前 弟兄姐妹 在敌人的面前 一般我们是有什么反应 在敌人面前 我们很紧张 很谨慎 那我们随时要警醒 要防备 仇敌 会不会来伤害我们 所以当经文说 在我们的仇敌面前 他为我们百谢言识的时候 其实那个图画 是很奇怪的 在我们的敌人面前 为我们百谢言语 这个是依附怎么样的图画呢 在什么的情况上面 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 百谢言识 弟兄姐妹有没有 当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在什么情况上面 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 来享受这个言识 我想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也想到 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 百谢 庆功宴的时候 就是 圣主那个胜利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们的仇敌被打败了 我们的仇敌被捆绑起来了 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 开开心心的 来享受言识 我们不会再怕 他来伤害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当大卫说 我们的牧者在仇敌面前 为我们百谢言识的时候 他在描述的 就是上帝为我们百谢的一个 庆功宴 我们的仇敌已经被打败了 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 开开心心的 来享受上帝 为我们所百谢的言识 既然我们已经得胜了 那我们就可以安枕无忧 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了 是吗 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曾经看过的 一节经文 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说什么 彼得提醒弟兄姐妹 莫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好教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去的人 这里说什么呢 彼得告诉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还是要很警醒 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好教的戏剂 天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去的人 为什么大卫说我们可以在仇敌的面前 享受神的言识 但是彼得这里说 仇敌好像好教的戏剂 还在遍地游行 寻找那些可以吞去的人 弟兄姐妹 我们继续看有两端的经文 上面一段是雅各书 鼓起你们要顺服神 不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 你们逃跑了 还有一节经文 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主耶稣说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 可以牵踏鞋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五章八节说的 我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好教的戏剂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去的 但是在雅各书的第四章集七节 就说魔鬼必定会离开 你们逃跑 这两节经文 讲到两种的基督徒 好像有点矛盾了 第一种基督徒 就是那些撒旦 魔鬼撒旦到处去找的 可以吞去的那些基督徒 另外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仇敌魔鬼 看见他们都会逃跑的 所以这里说到有两种的基督徒 第一种是仇敌不停地去 把他找出来 要把他吞去掉 另外一种基督徒 是仇敌魔鬼 看见他就要逃跑的 为什么有两种基督徒 这两种基督徒 分别在哪里 在雅各书的第七章第七节 估计你们要顺服神 不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魔鬼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 他会看见基督徒逃跑 当他看见那些顺服神的 抵挡魔鬼的 平心心去抵挡仇敌魔鬼的那些基督徒 魔鬼就会逃跑 那些基督徒就可以得胜 那前面我们说那些仇敌不停地去寻找 去贪欺的基督徒 要是什么的基督徒呢 很明显就是雅各书 世上世界里面所说那些 反面的 就是那些要不顺服神 要不去抵挡魔鬼 甚至魔鬼习惯什么 他们也同样习惯什么 就是那些不顺服神 要不抵挡仇敌魔鬼的 那些基督徒 魔鬼看见这些基督徒 不但不会逃跑 反而他会把他们吃掉 所以弟兄姊妹 刚才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的十章十九节所说的 主耶稣说的是真的 他已经把权柄 祈给我们 这个权柄是一个牵搭鞋和鞋子的 还有主耶稣真的把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祈给我们 但没有什么能害我们 主耶稣所说的是真实的 神真的是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泄言语 我们可以得胜仇敌 可以在仇敌的面前享受 上帝为我们摆泄的庆功宴 但是有很重要的前提 弟兄姊妹 你不要成为那个 魔鬼不停地去寻找那种基督徒 不要成为那个可以吞去的基督徒 所以很重要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不停地顺服神 我们要平心心用神的话语来抵打那个魔鬼 魔鬼就逃跑 魔鬼就离我们而去 我们就可以在仇敌面前享受神为我们摆泄的言语 所以弟兄姊妹 你记得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是靠着神恩典 已经胜过仇敌的 但在这里 有一点我要跟弟兄姊妹说得清楚一点 我们得胜仇敌 我们是得胜了魔鬼 撒旦 但是那些躺窝在魔鬼 撒旦手上的人 我们却要怜悯他们 所以神祈给我们的那个权柄 不是我们有多大的能力 甚至不是祈给我们有武功有武力 有多厉害 可以把仇敌来杀败 上帝祈给我们那个能力 是一个爱的能力 我们胜过仇敌 是因为这个爱的能力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 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主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听到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 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 弟兄姊妹 在路加福音第六章 二十七二十八节里面说得很清楚 主耶稣 教导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仇敌 我们不是用我们的武力 去征服他们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信仰 他们是用武力 去征服他们的敌人 就是你要不就相信他 跟随他 要不他就取你的性命 所以弟兄姊妹 主耶稣教我们 我们要用爱 来爱我们的仇敌 我们要为那些 咒诅我们的人 来祝福 为那些凌辱我们的人 来祷告 弟兄姊妹 你回想一下 你是什么原因信主的 是不是有人强迫你 甚至把那个刀放在你的脖子上面 要你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 祂的取底的性命 你没办法了 你就只好信耶稣 弟兄姊妹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 今天我们 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 我们愿意跟随耶稣 是因为耶稣的爱 感动了我们 耶稣为我们牺牲他自己 用一个无条件的爱 来爱我们的时候 他的爱 就感动我们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是主耶稣亲口说出来的 在那个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主耶稣说 当下耶稣说 父啊 谢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为什么 主耶稣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因为他心里面 对那些丁他徐基家的人 那些罗马的兵丁 那些犹太人的领袖 主耶稣心里充满了爱 主耶稣虽然是给他们害了 给他们夺取他的性命 但是主耶稣还是很爱他们 所以弟兄姐妹 是的神在我们的朝廷面前 为我们摆些言习 但记得我们胜过朝廷 不是因为我们的武功 不是因为我们的手中有什么大的能力 乃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爱 因为爱 我们征服了我们的仇敌 因着爱 我们的主耶稣 得着很多人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个得胜的人 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可以得胜 这个点最后我送弟兄姐妹一段经文 哥林多厚书的第四章第七到九节 这里说 我们有些宝贝放在瓦西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心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尽失望 照避破 却不被吊弃 打倒了 却不尽于死亡 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被 我们已经立在不败基地 我们是不会被仇敌打败的 我们的主 已经完全胜过仇敌 我们同样 可以靠着主的恩典 胜过我们的仇敌 因为我们已经是 得胜仇敌的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可以 尤其你现在身边 有其他的家人 弟兄姐妹在 你可以跟他 比起来鼓励 我们已经得胜了 我们已经胜过 我们的仇敌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 说这句话 你可以跟你的配偶说 你可以跟在你身边的 弟兄姐妹说 我们已经得胜了 第二个部分 主耶稣说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被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其爱随着我 经文说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我想提到 大卫被用油高默的时候 大卫他想到的 让他印象最深的 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到的 就是在那个 撒末尔记上的 十六章十三节 这里说 撒末尔就用 脚里的高油 在他诸宗中 告了他 从这一起 耶稣华的灵 就大大的感动大卫 撒末尔就起身 回拉玛去 这里说的就是 撒末尔用脚里面的油 在大卫所有的 那个松脚面前 高默了大卫 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卫的 那个耶稣华的灵 就大大的感动大卫 我想 这个就是 大卫所描述的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后面说什么呢 就是大卫 被高默之后 他说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用我的福被满意 在第六节的前面一句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其爱随着我 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大卫所描述的 当他被高默的时候 他的福被就满意了 神 用他的其爱 恩惠 一生一世的 跟随着大卫 当讲到那个福被满意 你会想起什么福 当讲到那个恩惠 其爱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是恩惠 什么是其爱 弟兄姐妹 当你想到祝福的时候 你想到那个福被满意的时候 你想起什么 你想到什么 你想到的就是 很多的恩典 很丰富的祝福 多到守不尽的 你知道满意出来了 满意就是多到 已经容不下了 那个被已经装不下来 满意出来了 很多很多 还有大卫说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其爱随着我 不单是一刻 是大卫的一生一世 都有神的恩惠其爱 随着我 弟兄姐妹 我想当想到 那么多的恩惠其爱 那么多的福气 在我们生命当中 使用我们的福被满意 我们心里面也很羡慕大卫 但弟兄姐妹 当你仔细去 看一下想一下 大卫的人生 你就知道 大卫所说的福被满意 大卫所说的恩惠其爱随着我 是什么意思 大卫有不平凡的一生 我们知道大卫被高利之后 很快他就被那个扫罗找去 为扫罗来谈行 就是那个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 扫罗 但是很快 因为那个大卫越来越受到别人的那个拥戴 那个扫罗就开始妒忌他 甚至到那个地步想杀他 你叫大卫要过过了一个逃亡的生活 到处去逃避扫罗的罪杀 一直到扫罗洗去 大卫登基作王 扫罗的避害 迫害才停止下来 但是我们在那个撒末尔记十二章 我们看见的 就是大卫做王之后 他犯了罪 他跟那个巴西巴 发生的关系 那个巴西巴怀孕了 大卫就用气 杀害了那个巴西巴的那个丈夫 所以在那个时候 神就透过那个先机拿单 很清楚跟那个大卫说 你至于秒是我 取了贺人乌利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丁华如此说 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 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非病 弃给别人 他在日光际上就与他们同整 你在暗中所行的事 我却要在以色列人 众人面前日光际上报应你 大卫对拉丹说 我得罪了耶和华 拉丹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 你必不介于死 只是你行这事 就要华的仇敌 大得亵渎的机会 如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死去 这里说 大卫因为犯了罪 他得到的那个结果 罪神是赦免了 但是罪带来的后果 并没有停止 从撒末尔记的12章13节 12章讲到大卫犯罪13节 讲到开始就讲到保罗这个家庭 所发生的不停的就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13章讲到大卫的儿子恩恩 就是称发了他的那个妹妹 他嘛 之后 就讲到那个亚撒龙 杀了那个恩恩恩 之后 一直到那个撒末尔记的19章 讲到亚撒龙怎么样背叛那个大卫 大卫就要逃亡 前面先祭所说的那些 在里面都发生了 这些事情还没有完 最后亚撒龙死去了 死去了之后 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 叫亚多里亚 他为了要跟所罗门争夺那个王位 最后 也让大卫这个家庭里面 产生了纷争 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大卫在他的生平里面 从那个12章犯罪 一直到那个猎王记上的第2章 里面讲了很多大卫 所经历到那些困难 那些困境那些困苦 其实大卫受了很多的苦 他的家庭 他的那个在当国王的那段过程里面 他其实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为什么大卫在那个西边 23篇里面说 神用油高了他的头 他的福被满意 大卫更说他一生一世 必要恩惠其爱随着他 在这里大卫所说的福被满意 那个福是什么 大卫所说的神的恩惠其爱一生随着他 这个恩惠其爱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内容 好像给我们平常对那个祝福 对那个恩惠其爱 所理解的有一点出入 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大卫在告诉我们 他所说的福被满意 他所说的一生一世 一世都有恩惠其爱是什么一世 弟兄姐妹 其实大卫 告诉我们的 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学习 数算 主的恩典 大卫 他觉得神给他最大的祝福是什么 神给他最大的祝福 就是先免了他的罪 我们刚才看那个 撒末尔记 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什么呢 就是那个先兹拿单 先兹拿单跟那个 跟那个大卫说的时候 说什么 就是你的罪 被泄灭了 还有你不至于死亡 我们也看见 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得到神的谢免 这个是他生命当中 最大最大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看 一段经文 在那个诗篇的三十二篇一到五节 这里说什么呢 大卫说 在这两家经文里面 得谢免其过 谢盖其罪的 谢人是有福的 我向你承明我的罪 不隐藏我的恶 我说 我要向佑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泄灭了我的罪 在这里 大卫说什么呢 大卫要告诉我们 他心里面 所说的福被满意 他心里面 所说的一生一世 都有恩惠其爱随着他 这个恩惠其爱 这个一生一世的恩惠其爱 是什么 就是神 对他的谢免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里提醒我们 很重要 大卫 他其中一个非常好的品格 就是 他懂得去数算 主的恩典 刚才我们说 其实大卫遭遇过很多 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那个西篇那十三篇 给我们看见 大卫并没有把焦点 放在 这些痛苦的事情上面 大卫把焦点 放在 神泄灭了他的罪 神 饶恕了他 这个祝福 这个恩典上面 你知道大卫可以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福被满意 我的 我有恩惠其爱 一生一世的 一生一世的随着我 所以大卫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他对神 有一个感恩的心 弟兄姐妹 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很重要 前几天 我们在家里面吃饭 烘炒 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 我跟姓母两个人吃饭 吃饭的时候 我都看到姓母在我身边 当我看到姓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感触 我们结婚已经32年 快32年了 我突然间发现 我们两夫妻 还是可以 两个人 一起去饭 一起生活 一起比起相爱 是神何等大的恩典 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大卫 为我们有的而感恩 为神给我们的祝福恩典 我们要常常要感谢神 在这个疫情的过程里面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今天我们还活着 我们没有被感恩 我们没有生病 我们还是可以平平安安的 度过这些气的考验 是何等大的恩典 弟兄姐妹 你也没有想过 今天我们还有工作 还有生活的来源 是神 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真的要学习大卫 常常为了我们身边还有的 我们要更多去感谢神 不要总是为了我们没有得到的 我们没有的 去埋怨神 去不满足 常常向神要这个 要那个 反而不懂 为我们有的来感恩 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一个 接到感恩的人 你知道我们可以好像大卫一样 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的福贝真的是满意 我们一生一世 都有恩惠喜爱随着我们 还有就是 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恩典 就是我们能认识主耶稣 我们能蒙恩得救 我们的罪能得到神的显免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弟兄姐妹 这个都是我们最大的恩典 神 会把他的恩典 恩序寄给我们 但是 我们要懂得感恩 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的 在神的面前感谢他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去不懂得感恩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很容易出状况 我们不去参加数算 觉得恩典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常常 就不愿意顺服神 我们也会不愿意 去听神的话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 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最后一节经文 我且要住在燕华的殿中 祈祷永远 弟兄姐妹 当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 你想到什么 大卫说 他要住在神的殿中 祈祷永远 这句话 最重要的中心在哪里 可能我们比较关心的 我们也很想 永远住在神的殿中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殿中好到无比 启示录也描述了 站在天上那个情景 是何等的美 何等的漂亮 那个美到一个程度 就是你想象不到 但弟兄姐妹 今天那个经文 我们要注意看 那个话语的重点 不在那个地方 不在那个殿中 是在神的殿中 是有神的同在这个殿中 所以大卫 他说 他要永远地 住在神的殿中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要永远住在一个 有神同在的地方 今天 我们很多人 特别中国人 对那个房子 特别迷恋 我们非常非常重视 我们有没有房 甚至于今天很多人 能不能结婚 都决定预理 有没有一套房 没有房子 结婚就很艰难 弟兄姐妹 你想一想 房子重要 还是住在房子里面 那个人重要 是谁跟你住在 那个房子里面重要 还是你住在 什么房子重要 要是你有一个常常跟你对着干的人 跟你不能和谐 上处的人 跟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那个房子再好 那个房子再漂亮 其实都没有意思的 所以真言有 有两句话是很有意思的 真言第15章16 17节说什么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其实跟什么人一起生活 比你住在那里 难得重要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去追求 希望能自己有一套房子 你记得我们现在背负了很多的房贷 我们甚至现在连不去饭 我们都要去还 一个房贷 我们为了一套房子 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 但这个不值得 大卫告诉我们 他要永远地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就是说 他要永远住在有神同在的地方 弟兄姐妹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神的同在 就是天堂 我们最终要追求的 不是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有神与我们同住 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常常与神同在 当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是耶和华的殿中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努力的 跟随神 我们每一天 要努力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因为这个 就是让我们真的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大卫说 他希望一生一世 也恩惠其爱 随着他 他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写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大卫的年龄是多少 但是应该 不是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 他还是可以细想很敏锐 他也可以写下这些话 肯定是大卫已经做王了 弟兄姐妹 大卫说 他最看重的 就是能与神同在 他最看重的 就是有神与他同住 这个也是每个基督都应该追求的 这句话 就是大卫在西篇23篇最后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教导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努力每一天 要过一个有神同在的生活 当你把这句话 跟西篇23篇第一节 第一句话放在一起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的意义是相同的 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牧者 我们要以神的主权 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要常常住在耶和华的同在里面 你知道西篇23篇里面所说 一切的祝福都会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弟兄姐妹 鼓励每一个 我们都要看重 我们的生命 以我们的目前为中心 我们每一天 都要努力去追求 有华能与我们同住 而且不但是住一天 不是住两天 是一直到永远 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生命整个核心 当我们能抓住 抓住这一点的时候 西篇23篇里面 所描述的一切的祝福 甚至西篇23篇里面 没讲的 神所应许一切给我们的福 我们都可以得到 但你一定要明白 一定要掌握 以耶和华为我们录解 我们要每一天 努力地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与神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把你的话语 寄给我们 提醒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常常能以你为中心 主啊 是的 我们希望每一天 都能与你同在 我们每一天 都把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要学习 怎么与你同行 我们要活在 你的话语当中 我们要活在 你的应许祝福里面 主啊 感谢赞美你 这里帮助我们 让大卫所说的 西篇那十三篇 成为我们脚前的 灯路上的光 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提醒 感谢赞美你 把一切荣耀归给你 彻底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用首诗歌 来回应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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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因有苦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自爱随着我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接近我生命 要跟随你 我要在你与我同在 直到永远 你与我同在 野荷花使我母者 我一生 必不缺乏 使我唐我清朝地 令我再暗血水边 又使我灵魂熟悉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使爱随着我 因为你与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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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一世 你又很快 是爱随着我 因为你与我同在 因为你与我同在 别听我生命 我跟随你 我要在你的天空 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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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请弟兄姐妹打过去后 我们那个信号就稳定下来了 所以请弟兄姐妹在以后的聚会当中 同样的用你们打过的心来拖住整个聚会的过程 因为在线上的聚会 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很多的一些影响 很需要弟兄姐妹用打过的心来拖住整个聚会 以下我们的聚会可以顺利地进行 谢谢 我们现在一同来背诵主导文 请把那个主导文打出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己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中的饮食 今日寄给我们 没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没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一见戏叹 叫我们脱离送恶 因为国度全柄荣耀 全心里的 祈祷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同心去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喜爱 圣灵的感动 一生一世的与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的聚会到这里 我到最后可以散会 好 那个段地兄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什么要说的 如果弟兄姐妹有需要想交流的可以交流 我把大家的静音解除了 哦 弟兄姐妹要是你想在这个线上跟